成龙和兰博金尼有仇吗?不止一个人怀疑过吧 昨天没事重温一下成龙的电影霹雳火 里面有一辆兰博金尼康塔石被成龙给砸了 以前看霹雳火没留意这个镜头 当再次看到这辆兰博金尼的时候 马上想到了成龙的其他两部电影 里面的兰博金尼一辆比一辆惨 不知道您还记得这些镜头吗? 霹雳火中的这辆红色兰博金尼也够惨 先是被人用脚踩 后来车顶被成龙给砸碎了 本以为就此结束 没想到最后这辆兰博金尼被集装箱砸报废 康塔石产于1974至1990年 当年只生产了1983辆 70架72200美元 霹雳火是1995年8月上映的 那时候康塔石早就停产了 就算是二手车骑马也要好几万美元 好好的车就这样报废了 同款跑车成龙毁了三辆 还记得小时候看到红帆区吗?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成龙拍兰博金尼跑车撞的稀巴烂 撞掉剪刀门的镜头到今天还记忆忧心 太可惜了 至于当时用的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就不知道了 除了红帆区和霹雳火 电影《一个好人》中也有兰博金尼康塔石的身影 左边保时捷 右边兰博金尼 最后两辆跑车被巨型矿车一年而过 直接报废了 比红帆区的兰博金尼还要惨 三部电影都是90年代拍摄 三部电影费了三辆兰博金尼康塔石 难怪有网友怀疑成龙和兰博金尼有仇 至于有仇没仇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以前拍电影贵在真实 成龙有今天的成就完全是拼出来的 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精彩的镜头